小玲說到異性緣 我就要講到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是真的很久沒交男朋友 多久 三年 怎麼可能 真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自己是覺得我自己 還算滿隨和 就是 宗憲怎麼樣 這個宗憲OK吧 還有 OK 6個 不要這麼大 比吳宗憲高 又只有慈母守得住他 對 還有享受 享受 他每天帶你享受 188 187 187 187 身高很好 可以喔 沒有 就是 我就是覺得我自己 還算好笑 他不想多做回應 不是啊 感覺一個距離感覺一個搶定 等一下你有電話 然後就是朋友也滿多的 我自己是覺得我 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很容易腰八叉 那是什麼 就是肚子餓也要吵 吃很飽也要吵 我就是會那種朋友們 一起出去 我不管現場有誰 我很餓 我就會說好餓好餓 好餓好餓 就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我就會一來 飯一來 我就會吃很快 很快 然後吃完就說 好好飽 我要吐了 好煩喔 好煩喔 可是你們不覺得吃飽 就會想要一直講 去挨一下 好煩喔 這個行為 感覺滿像肥貓流浪記的肥貓 肥貓 你在哪裡 肥貓 肥貓你了 肥貓 可是我就已經習慣 我從小到大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還是妳有改名叫肥貓 我覺得這算是一種碎嘴嗎 就比說好熱喔 好冷靜不小心 就是會脫口而出 就是一個習慣 然後我之前我朋友就是 我朋友就是會一直想要 幫我介紹對象 可是我就是不管在場的 有沒有他們要幫我介紹的 妳要一餓就會撈刀 我就會一直叫 就會說真的好飽 然後現在我朋友都不會理我 所以有新朋友 我就會跟我說 好飽 我要吐了 就是會一直轉移對象 妳需要垃圾袋嗎 還是什麼 好飽 好飽